第遥者 其人如天 其之如神 旧之如日 望之如云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来到千古英雄人物 第遥的故事 我是东方 我是雪莉 我们接着讲第遥的故事 且说第遥自继位以来不知不觉已是七十载了 这七十载之内可说他无日不在幽秦之中 起初是以天下之难治为忧 即则以洪水之难平为忧 一直要想找到一个圣贤之人 将这副万金重担交付于他 可是贤人寻访到不少 没有一个肯接这个地位的 普通无德无能的人想要大位的 第遥已绝不肯轻易将天下托付给他 只能仍旧自己担任 道德七十载的这一年 水患虽则仍旧未平 但是以他的智德化岛 于大司农大司徒 四月百官之勤政制里 天下实在已经太平之治 就是到处汪洋大水 敌民百姓都千居高地 但仍能衣食有余 除少数为大水所淹 为猛兽所示外 大都是兮兮豪豪 并无愁苦之荣 更无怨资之事 民心计合感应自貌 这时上天所降的祥瑞 真是不可以数计 前面所书载的 明草生亭 曲义生亭 麒麟油胶 谢至油胶等等 那年头的祥瑞真多了 最主要的史书有记载的 就有这么实相 一 景兴出于义 景兴壮如半月 生于每月会朔之时 就是月末和月初 因为那几天没有月亮 他就出来替代 可以给人民照夜 奇异甚大 古人还根据天上 有没有月亮 和月亮的圆缺来记月 称为会 朔 旋 旺 会就是月中 朔是初一 旋分上旋 就是每月的初七初八 下旋 每月二十四 二十五 旺 就是十五 做君主的必须能够有 不思于人的德行 景兴方才出现 皇帝时曾经出现过一次 帝瑶四十二载 易出现过一次 这次是又一次了 易兴是二十八九之一 共有二十二颗 在南方色赤 瑶是易兴之经 所以两次景兴都出于易 二 凤凤 凤凰 至于亭 自从帝库崩世之后 凤凰久已不见 这时又来飞机于皇庭 那旁边有一座阿阁 阁旁有一株荒树 凤凰就坐潮在荒树之上 飞鸣不去 当时百姓就做了几句歌词 称道这时 齐歌曰 凤凰秋秋 其意若干 其名若霄 有凤有黄 乐地之心 三 栗草生于阶 帝都在平阳时 帝的庭院曾生明家栗草 但是帝都迁移 那明家一随水面淹没了 现在又复生于庭院街旁 旁边又天生一种珠草 是个百草之精 其壮如小桑 长三四尺 枝叶皆单如珊瑚 其枝如雪 其夜生夜落 随着慧朔 与明家无异 明家和栗草 这两种并生在阶下 真是奇异之志 四 神龙陷于昭池 地窑公院中有一昭池 蓄养鱼类 忽有神龙栖息其中 变化引荐 有时盘曲如秋蛇 有时飞起空中 腰角数百丈 灵甲药日 真是奇观 五 煞腑生于厨 地窑刨厨之中呼生一肉 其薄如煞 其壮如棚 大只小根 根气如丝 摇动起来 喜喜丰生 满厨清凉 虽在夏天 食物寒而不臭 而且能够杀鹰 一名叫做乙善 亦叫做煞腐 大凡做帝王的孝道尽志 则煞腐出 真是不常有之义物 六 当化为和 宫中储藏的当草 忽然净化为和 每知七净 连三十五岁 民间所种的和苗 亦是如此 大家都叫它家和 做帝王的恩德 下临于帝 则家和声 七 乌化为白 宫中树上鸟巢甚多 乌出生时 母鸟捕它六十日 等到小鸟长大了 它反捕其母 也是六十日 因此人都叫它雌鸟 亦叫它笑鸟 地窑不许人去驱捕它 但嫌它色黑不好看 哪只一夜之间 乌色 尽化为白 真是奇 八 琴便乌色 凤凰来后 又有鸾鸟飞来 那鸾鸟出在女床山 它的声音 合于五音之节 其形如鸡 其色如笛 悖剧无彩 而以赤色为多 是个南方火梨之鸟 地窑监视火星之精 所以赶召鸟凤凰飞来 是一般圣主之感应 鸾鸟飞来 是地窑特有之感应 鸾鸟来后 留下一对鸾锄 碎碎来即 而宫中所有的飞禽 亦就此通通化为五色 仿佛受了鸾鸟的感化所致 这亦是其事 九 神木生莲 宫中有一株大木忽然开花 仿佛夏日之莲 香闻四月 当初瑶在衣衫时 看到木莲甚为赏爱 曾有重去观赏之意 但是水患如此 瑶哪里还有功夫去重游 上天或者体恤她的境遇 特地使木莲生于宫中 以为其心 以为可知 不然 哪里会有此种意识 十 甘露润泽 理权出山 甘露是神露之经 其未甘 其色有青 有黄 有玄 有珠 有丹 大凡人主恩吉余物 则甘露下降 这是历代不常有的祥瑞 理权就是美权 其甘如礼 其生无缘 大凡人均得胜 世界清平 则理权亦出 亦是难得之物也 以上种种 同时并极 所以当时有一日十瑞之称 但是还远不止此 一日西河考察天文 奏之地谣 说道 某月某日某时 日月如河壁 五星如莲珠 这亦是极难得的祥瑞天象 从前天地开辟的时候 逆算起来 这日真是夹子冬至日 那时曾经有过一次如此天象 这回才是第二次呢 也就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二次 于是大小陈宫 以及百姓得到这许多家祥 莫不对地谣 欧歌颂祝 地谣自是谦让不拘 一日西众来揍 说芝芝国派遣使臣来进贡了 地谣命按照礼仪招待 这一次芝芝国所进贡的是一只翼鸟 样子长得像鸡 两只翅膀的羽毛脱落殆尽 只剩了两只肉翅 形状甚为难看 地谣料它远到来贡 必有特异之处 便问那使者道 此鸟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特异之处 那使者道 此鸟两目都有两个眼珠 所以叫做虫鸣鸟 亦叫虫鸣鸟 它力大无比 可以和猛兽搏斗 它鸣叫起来 声音如同凤凰 一切妖恶灾祸 都远远必去 不能为害 实在是一种灵异浮鸟 所以小国之君特遣陪陈 前来贡献 望其赏收 地谣道 它的羽毛尚不完全 哪里还能捕捉猛兽呢 使者正欲开言 哪知这虫鸣鸟 竟像可以听懂人言似的 地谣的问话刚刚落地 它顿时影行长鸣 声音果然似奉 又扇起两只肉翅 藤举空中 绕殿飞了一扎 直出亭中 一边飞一边鸣叫 那时附近的凤凰 和飞机的软鸟 听了它的鸣声 一一起飞鸣起来 与它唱和 声音和谐 非常悦耳 这时 书军正在殿上 看见虫鸣鸟出殿而去 不禁叫道 哎呦 逃去了 那使者笑道 不会不会 就要来的 歇了一会儿 果然仍飞回来 此时在街上的侍卫 忽然看见空中 有无数群鸟 向北面飞 非常迅速 后来打听 才知道都是消吃之类 大约听见了 虫鸣鸟的鸣声 而逃到掘墨去的 从此 虫鸣鸟所在数百里之内 竟无吃消之类的恶鸟 真是奇事 且说地遥看虫鸣鸟如此清醒 知道它果真是灵鸟了 便问使者道 它的羽毛终年如此吗 使者道 不是 它的羽毛时长时落 现在正是它幻毛之时 所以如此 地遥道 那么它吃什么 使者道 通常它在外面 不知道吃什么 如若人喂死它起来 须用穷欲之高遗之 地遥道 朕素来不保其一真异物 念贵国君因因后裔 又成贵使者万里而来 朕确置不公 不能不受了 请贵使者归国 代朕致谢 是所致感 当下款待使者 幽里有加 暴力一从后 使者勾留多日 归国而去 这里地遥君臣 商量流养虫鸣鸟之法 地遥道 它是灵鸟 与鸾缝一样 不可以繁荣屈之 任其来去可也 况且养它起来 须用穷膏 未免太奢 朕哪里有这许多穷欲 来供给它呢 群臣听了 都以为然 于是 就将虫鸣鸟 安放在树林之中 听其自由 那虫鸣鸟 从此飞来飞去 总在帝都附近 几百里之内 所有财狼虎豹 都给它搏击殆尽 人民往来 便利不少 民间人家 偶有妖异或不祥之事 只要虫鸣鸟一到 妖异立刻前宗 不祥之事 化为大吉 假使山林川泽 猛兽为患 只要听见虫鸣鸟的名声 猛兽无不顿逃 因此 人人将这虫鸣鸟 奉若神明 没有一家不洒扫门户 严禁翘足地 希望它飞来 那虫鸣鸟在帝都 住了几时忽然飞去 后来一年之中 总来一次 又后来 几年之中 才来一次 大家盼望得及了 有人想出办法 将木头 雕出一个虫鸣鸟的形象 或用铜 铸出一个虫鸣鸟的像 安放在门户之间 哪知 亦竟然有灵 一切痴媚丑类 居然已能够退伏 所以后世的人 与每年除夕夜 或者刻木 或者铸铜 或者绘花一只鸡的形状 放在窗毒之上 辟邪除恶 很有灵验 这就是虫鸣鸟的故事 且说帝尧 虽则得到这么多的家乡易锐 但是他想求到一个闲人 善让地位的愿望始终没有变 一日夜里 他做了一个梦 梦中果然见到一个闲人了 那闲人生得身材长大 两只眼睛仿佛和虫鸣鸟一般 都有两个黑眼珠 帝尧和他讨论治国之道 觉得他的见识 议论 学问非常高超卓越 心中不觉大喜 梦中要将天下善让于他 那常人也不答话 竟起身向帝尧宫中而去 帝尧急急跟进去 不觉聚然而醒 暗想 这个梦不知是什么征兆 是不是告诉我要访求的闲人 就在附近呢 于是想 明天还是问问群臣吧 好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许丽 我是东方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回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